这是韩红最绝望的一次 手拿上百万去连个小女孩都救不了 这是藏妇女儿韩红 在纪元藏元蒙元江之后 韩红再次带着大量明星和医疗团队 踏上青海的土地为高原地区的百姓 免费看病拿药 很快这里排起了长队 因为看病的人太多 一对母女因为挤不进人群 急得折掉眼泪 叶祖星在得知女孩患有罕见的血液病后 立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叶祖星立马垫连韩红 在韩红的帮助下 母女俩来到了队伍最前面 然而医生短短两句话 就让韩红湿热了眼眶 从报告单上得知 小女孩名叫欧阳小景 九岁 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 这是医学无法触及的地方 唯一的救命方法就是骨髓移植 现在摆在母女俩面前的 不仅有巨额的手术费 还有用钱都买不来的骨髓 为了救女儿 家人用尽了办法 花光了所有积蓄 他们甚至用了电影中 才会出现的方法 那就是在生一个孩子 用第二个孩子的骨髓 来救第一个孩子 可不幸的是 两个孩子骨髓并不匹配 大孩子不仅没救到 身上又多了羊儿的负担 绝望再次笼罩了整个家庭 如今无法骨髓移植的欧阳小景 只能靠数学来延续生命 数一次学300到500 还只能管两三天 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 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 只为让女儿能够多活一天 听到这话 汉红立马红了眼后 怀着沉重的心情 将母女俩送出了人群 离开前汉红突然往车里丢了五万元钱 给女孩用于换血 但她知道这一切都是杯水车薪 早已对佛这失望女女孩 从始至终一直很冷静 可当感受到陌生人的关心后 她突然哭了 她仿佛看到了希望 面对魔女拉渴望的眼神 汉红只能逃适地离开人群 等女孩走后 医生才将刚才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 欧阳小景的病情十分严重 就算做了骨髓一致 也不一定能够活下来 刹那间汉红崩溃了 她在人群中放声大哭 斥责自己的无能为力 一诊结束后 汉红再次来到女孩的家 破旧的瓦房洗着一家四口 唯一算得上边起的就是电灯 四口人的生活 已经不能用结局来形容了 那天她对她的妈妈说 那个妈妈我的命运什么呢 她今天也是一个紧急的男孩子 解受不了 你看看你身边九岁的孩子 不是调皮导弹就是不想上学 而各种各样的药物的剧痛 围绕了欧阳小景整个童年 并且还未结束 立诊结束后 就当所有人以为汉红已经忘了欧阳小景时 她突然在会上提出 咱们今天专门针对再生障碍性评选 这个小朋友的借助 第一期五十万个 好 我来二十 这天汉红自闪基金会 正式成立针对欧阳小景的救助专项基金 几天后汉红把欧阳小景接到了北京 不仅全权包揽医师助行以及看病费用 还第一个做了骨髓配行 如果我的骨髓能够跟她配行成功的话 我愿意把我的骨髓捐助给她 然而到北京后 汉红才发现 当地医院居然误诊了 一直困扰小景的疾病叫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当时的误诊不仅延误了最佳的药物治疗时机 还拖垮了这个家庭 但万幸的是她遇到了汉红 在汉红的组织下 大量善良公司以及个人伸出援手 很快小景就找到了合适的骨髓 但骨髓一直第二天 小景就开始发高烧病 伴有严重的肺部感染 后面甚至连下三次病危通知书 但没有人放弃 手术 康复病危 抢救 再抢救 再康复 在所有人不幸努力下 这个多在堕难的女孩终于康复了 汉红爱信团队和小景一起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经历长达两年的治疗 欧阳小景终于痊愈 回到了校园 我相信看完这个视频后 肯定没人在黑寒红了吧 不管他是作秀也好 是为名声也好 他是真金白银 实打实地拿出几百上千万 在帮助人救治人